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英国算是中部的这个风区国家公园 风区国家公园是什么呢 其实它也不是什么特大的高峰 它就是这边的一整片满满的丘陵地 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整片都长得差不多 就会像这样整片的大草原 还有整片的羊 对还有到处都是羊一直吃草的羊 那今天呢运气非常的好 天气超赞 对天气超赞 因为前两天可能风太大了 对吧云都吹开了 就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 从近苏格兰到那个北爱尔兰爱尔兰 其实天气都没有到非常好 对那个时候都是我们只能抓那种 就是下雨的空档中间去拍 但今天呢哇一整片蓝天真的超棒 OK好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看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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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吃一邊拉 邊吃邊拉 一邊吃一邊拉 拉的時候那個尾巴要搖搖搖 我們到了豐區第一站 這邊就是要去健行去山林裡面走一走 我們第一站的目標就是要去這個 Montour 我們現在在這個停車場 然後就這樣一路走上來 其實應該不會很遠 然後這邊算是一個這一座小丘的一個頂點 然後就可以看到前面一整片的草原跟旁邊的山 應該會很漂亮 好 走 出發 預計 不知道半個小時能不能到 因為好像也沒什麼人說這裡很難 或是要趴很久 應該算輕鬆 走 出發 就慢慢走 慢慢走 對啊 算是簡單的 它都是有步道的 有點爬向山的感覺 哈哈 就是那種難度 我覺得它比向山還要平緩 向山比較陡 是吧 可能吧 有 大概 對 還沒向山陡 所以 小事 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 沿路的風景 就是長這樣 藍藍的天 白白的雲 綠綠的草地 還有在草地上陡路的人 喔 好像就是前面的上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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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豬皮等我 小豬皮等我 可以 嘿嘿 嘿嘿 這邊有一般的步道 就是已經建好 也有這種野地可以挑戰 這狗好累啊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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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這邊玩飛行傘耶 好酷喔 他們都從這邊跳耶 他們那邊正在準備 然後下面有一個跳下去 而且它就是這樣沿著這個坡 就屁股快要碰到草地的方式這樣跳 看起來好有趣喔 我也好想飛喔 就這樣慢慢飄 好酷喔 應該這個人也是 他那個應該也是 那麼大一包 嗨 我們登頂了 其實很快喔 大概50分鐘吧 我可能不到了 我就十幾分鐘而已 大概15分鐘吧 就到了 就真的很簡單的 就是一家老小都可以來的地方 對 你看這邊 大家人特別多 大人小孩 狗 都可以來 這邊就是 最上面的 碑 戒碑吧 這是不是叫 然後這後面就是 一往無際的草原 還沒有人在玩飛行場 對 超酷 好想玩喔 不過他們看起來都是自己玩的 都沒有帶人的 都沒有帶人的 對 對啊 不是付錢帶人的 天氣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 太陽曬得暖暖的 風也不大 微微小風 今天真的是 非常棒的 日子 四把豬皮 超棒的 我們在等人家起飛 好酷喔 我覺得他們在這邊 飛鷹就很安全 因為這個 其實落差不會太大 對啊 然後它可以貼著邊上飛 然後算是個 初學練習的好地方 我覺得 好冷 而且這裡的草地上沒有羊大便 對啊 是很安全的草地 而且它那個邊啊 其實你就是 遠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 哇那邊就懸崖 你看像那邊坐兩個人有沒有 好像坐在懸崖 但其實沒有 你走過去一點 它就是 它只是一個坡 就是 角度問題 好坡向下 對 但是還是有定的危險 我們不要隨便亂打 應該還好啦 除非你滾下去 其實滾也不見得會有著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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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呢第一站这个Montour真的很漂亮 这里是个很放松的地方 然后搭上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完美 那我们呢就准备去下一站 我们还有下一站 因为它们这边就是它这种秋 大家可以看到吗它们这种秋很多个 一座一座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要去下面几个 我们今天大概有后面应该还有一两个吧 我们看看时间 出发走下山 我们现在呢准备去我们的第二个 我们现在呢准备去我们的第二个 登山点 这也不算登山啊 它这种里面算健行 就是只是走而已 它没什么坡度 对 然后它这边好像也有那种 苏格兰的牛 有刘海的那个牛 所以我们到时候去找找看 很漂亮的地方 走 走 OK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点呢 叫做波斯洛角 波斯洛角 对吧 可能这样翻译吧 那它就是有点算是悬崖这样子 小峭壁 跟刚才那个大草原大坡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风景 对不一样的风景 所以我们就先去看看 然后一路都很平坦啊 很简单的这条路 走到那边吗 对对对 就前面那边 只是路上有牛屎 所以 是有点不平啦 但我觉得已经OK了 就很适合健行 这样算很平了吧 我说的是地上的那个路况 就有点 它这个算是小石头 对小石堆的那种路 但算很好走 但是很平缓啊 对啊 然后我们就是要走到前面那边 又有点峭壁边缘这样 嗯 然后它这边就是养牛的 然后 没有半只牛 在那边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有牛啊 它有牛氛味 不知道我们等一下 有没有机会看到 那个牛走过来 地方 好 我们现在要往悬崖一边 那悬崖一边 它这边好像没有路 它就是 可以看得出来有别人踩过啊 就有点拓荒 嗯 呃 好像你们来过 要都知道怎么走 对啊 上来了 上来了 其实它还蛮好走的啊 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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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一个睡时区 来喔 欸 来喔 哇 都是这种 转盘 voting 很快 teleport 一下 去 英国风区国家公园位于英国的中部 是英国最古老而且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 这片美丽的自然保护区 拥有悬尾的山脉 广阔的草地 还有迷人的河流 以及古老的村庄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以及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啦 那我们今天呢 就基本上整个风区国家公园 算是走了几个点啦 那你如果要戏玩的话 他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的地方 我们就算是挑了两种比较不一样的 对 第一个呢就是那种大草坡嘛 这样刚才大家有看到 第二个就是现在这里 他就是这种断崖边 岩石区 岩石区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 刚才我原本以为他们是真的背着一个睡袋 或大床垫 他们要在那边睡觉 原来不是 对 他们是要来攀岩的 就是那个大床垫是他的那个防护垫 就万一他掉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摔在上面 就不会受伤这样子 对 好酷喔 所以我们早上那边是适合玩飞行伞的 这边是适合玩攀岩的 都是极限运动 太酷了太酷了 说不定下次以后有机会 要不要去找个地方攀岩啊 对不对 或者找个地方飞行伞啊 我们挑战过跳伞啊 还没挑战过飞行伞啊 跳伞 因为说跳伞 我们两个时候在飞行伞里多过 我还没有 对啊 飞行伞我之前在尼泊尔飞过 不过他们这边飞行伞也是算练习的场地 因为这边比较安全 开放那个 对 它不是观光性 对 对 对 自己本身就有一点力量 是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哎呦牛粪 哈哈 满地牛粪 好啦 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哦 OK 那有任何问题呢 下方留言 我们会回答你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